港大副教授張其中涉嫌殺妻案續審 同事形容張其中意外工作 由華案發當年,張其中工作量加重 病好之後耐性轉差 梁家儀報導 審訊第十日,辯方傳召被告張其中的港大同事和朋友作供 同張其中相識50年的朋友陳梁才形容 他性格隨和、樸素、對教學有異成 放假都會與學生去機械人比賽 兩個人每年都會見面 但近年被告減少出席 陳梁才形容張其中的太太陳惠文 欠缺幽默感和社交技巧 有次他和太太去張其中家作客 陳惠文說,那些事情是這樣的了 招呼張其中的朋友是這樣 這些事情要自己做,難道要我招呼你嗎? 令他的太太之后抱怨 說以後不要再帶他出席聚會 陳梁才說被告還押期間 他不時去探望也有書信聯絡 說張其中絕對值得他這樣付出 港大宿舍偉輪堂的職員蔡榮輝說 擔任社交的被告受私生尊敬 他說張其中的太太英文名是Tina 按鞋陰被取名為Tina水 因為當有人譯他意一撻即著 見過他在電話中鬧股票經紀 和被告共事當年的港大機械工程系 行政主任何達權就說 張其中案發當年兼任學系副主任 工作量加重 前年病好出院之後 工作效率和決策力下降 耐性轉插 有時開會之後會發脾氣 指責效證對私生不公 青山醫院法醫精神科醫生蕭惠敏 判斷張其中案發的時候患有抑骨症 影響判斷和自制力 但他說診斷受制於7次的會診時間和有限資料 有時面試記者梁嘉儀報道